那应该是从上次的这个叫做主题之后 大家也陆陆续续有认识我 所以我就不会多做自我介绍 以后大家看到我可以叫我Vivian 或是叫我静鲁都可以 大部分都是叫我Vivian 那今天的主题呢 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 爱因斯的至尊 至尊深海灵虾游 那其实 从以前到现在 有很多伙伴都会有一个 遗失跟一个疑惑 他们就问我说 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吃零虾油 还有零虾油好处是什么 还有我有在吃外面品牌的鱼油 我还要吃零虾油吗 那还有很多伙伴跟我反映说 零虾油其实比鱼油贵很多 那既然鱼油品种这么多 品牌这么多 而且鱼油在外面卖的很便宜 那我吃鱼油就好了 我就不用吃零虾油了 所以今天呢 我希望透过一个短短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知道到底什么是零虾油 其实呢 我当营养师当了20多年 我从来也没有所谓的 推广过零虾油 因为零虾油在市场上的 这一个大家的品牌的接受度 或者是说知名度 还没有像鱼油这么来的广 其实鱼油应该已经被大家广为 就是被人类广为使用大概有30年以上的时间了 那尤其是华人 华人非常爱吃鱼油 为什么华人非常爱吃鱼油 因为每一个华人都知道说 哦原来鱼油对我们的心血管保健有很好的功效 哦原来鱼油可以降低我的血山酸甘油脂 原来鱼油可以降低我的血管保存 甚至有人说 哦鱼油可以帮助我减肥 鱼油是好的油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 都知道 为什么我要去吃鱼油 那至于什么是零虾油呢 我就讲因为鱼油被大家广泛的使用 所以大家对于鱼油的这一个接受度是很高的 那我以前从来也没有推广过鱼虾油 那自从加入爱丽丝之后呢 我发现既然公司没有余我们卖的是零虾油 哎我就很好奇 因为其实我已经耳闻零虾油的好处 已经耳闻很久的时间了 但是因为以前的工作的这个职场关系 我也没有推广过零虾油 结果呢因为来到爱丽丝之后 我就发现 啊原来公司有零虾油 而且是这么好品质的零虾油 所以我就呢开始去了解 到底什么是零虾油 放大投影片啊 有人说可以放大投影片 等我一下哈我试试看哈 你等我一下哦 应该 这样可以吗 这样已经是最大 变成投影的方式 变成投影的方式 现在是用那个共享的方式 所以它没有办法放到最大的方式 这已经是最大这样可以吗 哦是哦 这样可以哦 好 我先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零虾油 大家有听过零虾吗 好大家听过零虾吗 可能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 零虾其实是非常小 非常小的只有六毫米 六毫米也就是比一公分还要小 这么小的一个浮游生物 它们其实在各个海域里面都有 那今天呢 爱丽丝的零虾油 顾名思义 它是从零虾 萀取而来的 它身上的一些油脂 你会说哈 这么小的一个浮游生物 它身上也有油脂 当然有 其实不管什么样子的动物 像人类也好 大到大象 大到狮子 大到老虎 小到可能像零虾 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浮游生物 身体上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脂肪 那零虾油 就是从零虾萃取而来的油脂 好 那零虾我刚刚讲 它是深海里面 非常小的一个浮游生物 所以说呢 它是很多的 在海里面的动物的食物的来源 那今天爱丽丝的零虾油 它这个零虾 它是来自于南极的深海的海域 那今天我们如果要吃一个 动物身上的一个某一个的 但是油脂的话 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个动物 它是来自于干净 无污染的一个环境 那今天大家也知道 南极的海域四周是非常干净的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确保说 哦 原来爱丽丝的零虾油 它这个零虾 它是来自于南极海域的捕捞 当然我们是友善捕捞的 我们是友善捕捞 也就是说 我们不会过多 无限制的捕捞 那今天既然我们这个零虾油 它是从南极的零虾 萃据而来的 它这个零虾 南极零虾这样子的一个浮游生物 其实是南极海域 包括是企鹅 包括是海事 这样子很多的动物的一些 平常的食物的来源 也就是说零虾它这样子的一个浮游生物 它是生物链算是底层了 生物链它算是底层了 可是你要有一个观念哦 今天它既然是生物链的底层 而且它是来自于无污染的 干净的南极的海域 而且它身体 它的那个大小是非常小的 所以它的身体的重金属的污染 几乎是没有的 所谓的海洋的污染 在它身体里面残留 也是几乎是没有的 因为它来的海域是非常干净的 再加上它的身体的 这个叫做大小是非常小的 那接下来这一章呢 我就要跟大家讲 我今天做了一个表格 我只是要清楚地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们现在身为 这么高科技的人类 而且我们这个使用的产品 是高科技的爱丽丝产品 我们以后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吃零虾油 而不要吃鱼油 那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我大概20多年营养师 我卖过各式各样 我推广过各式各样的鱼油 我真的不骗你 我推广过各式各样的鱼油 有非常非常便宜的 也有非常非常贵的 那鱼油的选择有很多种 鱼油它会贵 就是因为它可能鱼种的选择 鱼种有些公司 它标榜它的鱼是鲑鱼 有些人标榜它的鱼是 大型的鳍鱼鱼鱼 因为一般人对于鲑鱼 大型的鳍鱼鱼鱼的 认为它的油脂是比较好的 有些公司 它会比较有focus在这些的观念 那有些公司呢 它又担心说 它推广出去口号 它又说 大型的鱼 它身体比较有 大量的重金属的污染 所以有些公司 它推广鱼油的角度是说 那我们今天的鱼油选择的是 所谓的中小型的鱼油 有些公司它会 跟你比较强调说 我们公司的鱼油是中小型的鱼 为什么 因为中小型的鱼 它就没有所谓 比较没有所谓的重金属的污染 这样知道吗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市面上的鱼油 白白走 你如果去好市多 你去大卖茶 你去那个 康世美 你去网路上 从一瓶可能50块台币 到一瓶可能 两三千块台币的鱼油 你都买得到 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子选择 其实我没有办法讲说 鱼油哪一种好 哪一种不好 我只能跟你讲 大部分的鱼油 都是有重金属污染的鱼油 因为鱼它身体里面 比较容易残留重金属 所以你有没有看过一个 叫做报导 告诉你说 如果你要吃鱼的话 你尽量不要吃鱼皮 因为鱼皮它会残留 很多的所谓的重金属 那鱼皮跟鱼肉中间 有一层油脂 那一个油脂 也会让很多的重金属的毒素 附着在那个鱼皮跟鱼的油脂当中 所以今天的鱼油 其实已经被大家广为接受 为什么 因为鱼油它具有降血 胆固醇降血 三酸钢油脂 降这个叫做降血脂肪 然后甚至可以清除体内不好的脂肪 甚至还预防忧郁症 所以每一个成年人 包括小孩子 他们都知道说 我要吃鱼油 对我身体比较好 可是大家就不知道 该怎么样子选择鱼油 因为鱼油的污染程度 真的是比较严重 再来呢 鱼油呢 它是没有含有抗氧化成分的 所以当有良善的 有良心的公司 它如果要推广一个好的鱼油的话 它里面都会给你添加 所谓的天然的抗氧化剂 问题是并不是很多公司 他们的这个推广的角度 是以良善的角度为出发点 他们很多推广角度 是以这个叫做赚钱的角度 也就是说他们赚越多越好 所以很多鱼油 它里面添加这个叫做抗氧化剂 它是属于化学成分的抗氧化剂 但是反观来 零虾油呢 你看我这边做一个比较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表格 第一个 零虾油跟鱼油的结构上面就不同 零虾油它除了有Omega 3之外 它天生就含有了天然的 也就是说你吃零虾油 你萃取零虾油 很自然的 它里面就有天然的抗氧化剂 是属于虾青素 虾红素 这样知道了吗 所以我们的抗氧化剂 不会需要额外添加 谢谢Ember提醒我要录影 我应该有再录影 我再确误一下 我应该有再录影 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零虾油 零虾油你看 第一个结构上面 我还有 它天然的结构上面 还有一个零子值 你们可能不知道 零子值是什么东西 零子值你只要记得 Omega 3上面结合了一个零子值 它就能够帮助把我们的零虾油 很容易被我们的细胞所吸收 它可以帮助我们细胞被吸收 因为它有零子值 所以整个零虾油的结构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水溶性的 那大家都有个观念 其实水溶性的保健食品 是比子溶性的来得好吸收的 那你以前如果吃鱼油的时候 你都会听一些营养师跟你分享说 你最好是肚子里面有食物的时候 你吃鱼油吸收效果比较好 为什么因为当你吃饱饭之后 你吃鱼油 你的肚子里面 你的胃里面有油脂了 就会帮助你的鱼油吸收 可是今天如果你吃零虾油的话 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你随时随地你要吃零虾油 它因为它是水溶性的 所以都可以被你的肠胃到吸收 也就是说呢 零虾油它的吸收 人体的肠子的吸收程度 是比鱼油来得高很多的 也就是说你吃了进去之后 你不会造成浪费把它排出去 那再来 零虾油的原料来源一定是小型的 我们是来自于小型的南极零虾 那鱼油的话就会来自于各式各样 不同种类的鱼油 就看那间公司它标榜的鱼种 那我刚刚前面有跟大家分享 其实越大型的鱼 它身体里面重金属的污染程度就越高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吃了鱼油 以为你对你身体造成了一个 很好的保护效果 可是呢事实上你摄取 无形当中摄取到很多的重金属 累积在你身体里面 那我一直认为重金属 人类只要吃到吸收到一些重金属 是非常非常难排出去的 那再来我们看吸收度 你看零虾油它的吸收度 它是水溶性的 所以它在肠道的吸收效果是很好的 那鱼油它是脂溶性的 所以有时候呢 如果说你的胃肠 刚好没有什么脂肪的话 它的吸收效果就会很差的 那再来它的污染的程度 零虾油 因为我刚刚讲零虾 它本身是非常微小的一股 叫做浮游生物 所以它身体里面残留的 这个叫做污染源是比较少的 几乎是没有的 而且我们的零虾 它是来自于南极 所以它是非常干净的一个海域 那这个鱼种就要看你选择的鱼种 好 那再来还有抗氧化剂 你要知道哦 所有的油脂 所有的油脂 如果它没有抗氧化剂的话 它就容易被氧化 氧化它就裂子 它就变掉了 它就变坏了 那变坏之后 你吸收到身体里面 它就没有效果嘛 所以你看鱼油 它是没有含有天然抗氧化剂的 所以有良知的公司 它会再额外添加好的抗氧化剂 好 可是反观我们的零虾油 我们零虾油 它本身就含有天然的虾青素 虾青素跟虾红素是一样的物质 所以大家不要再问我说 为什么有些人讲虾青素 有些人讲虾红素 虾青素就等于虾红素 虾红素就等于虾青素 只是说虾青素的颜色是红色的 所以有些人把它称为虾青素 那至于零虾油呢 那至于零虾油呢 因为它有天然的这个叫做虾青素 所以它等于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 而且虾青素的那个抗氧化的这个成分 含量能力 是比维生素一还要来得高很多的 你们再问我说这个荧幕能不能全 这已经是全荧幕了耶 因为我现在是用投影片放映 这样子呢 这样可以吗 这样比较好吗 对这样子才好 好好OK 这样有差很多吗 差很多 好不好意思 那刚刚那个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 前面第一张就是零虾的图片 再来第一张就是这个产品的图片 再来零虾 再来这个是这个表格 大家看得清楚吗 好看得清楚就好 好所以我刚刚呢 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解释 零虾油跟鱼油的不同 我要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到底零虾油它好在哪里 它比较贵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身为这个比较具有高科技知识分子 爱丽丝公司的伙伴 要懂得如何分享零虾油 第一个零虾油它有天然的抗氧化剂 所以它不会容易发生氧化 再来天然的抗氧化剂吃到我们身体里面 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好的抗氧化的效果 再来零虾油我们是来自于南极的零虾 所以它的污染源第一 那再来呢 零虾油因为它上面有个零子质 这个零子质的结构 所以它是水溶性的水溶性的也就是说 它的对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效果是比鱼油来的高很多的 好那爱丽丝的自砖深海零虾油跟外面坊间的零虾油又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第一个我们的零虾的来源是非常高品质的这个南极零虾 再来我们的零虾油上面一定有这个天然的零子质 所以人体的肠道容易吸收 再来呢 当然零虾油里面还有很高的一个虾青素 虾青素就是虾红素 虾红素就是虾青素 那因为虾青素的颜色是红色的 所以有些人喜欢把它叫做虾红素 有些人习惯把它叫做虾青素 那虾青素就可以提高我们身体有很高的一个抗氧化的能力 那再来呢 爱丽丝的零虾油呢 它里面有很特别它又添加了姜黄 那姜黄大家也知道 第一个它也有提供很好的抗氧化的能力 再来呢 姜黄呢 它也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抗发炎的效果 你知道为什么 姜黄会被用来添加在零虾油里面吗 因为天然的零虾油 一个很好品质的零虾油 它除了能够降低血胆固醇 降低血三酸甘油脂 这个帮助身体去清除不好的脂肪 当然它也能够预防忧郁症 当然它也能够帮助脑细胞发育 当然甚至很好的零虾油 它们也有很好预防干眼症的效果 再来很好品质的零虾油 它也能够去抑制人体的发炎反应 我再讲一次 很好的零虾油 它能够抑制人体很好的发炎反应 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零虾油里面 又额外的添加了姜黄 所以它能够更快速的抑制 我们人体所有的发炎反应 你会问我到底什么叫做发炎反应 比如说你有脂肪肝 假设你有脂肪肝 那你脂肪肝就代表你的肝脏发炎了 假设说你有这个叫做关节疼痛 那就代表你关节那一边的 这个所谓的肌肉组织 所谓的结体组织 所谓的关节那部分的 这个细胞是处在一个发炎的反应 所以今天我们的零虾油 除了零虾油本身 就已经有很好的抗发炎效果之外 它又额外添加了姜黄 它更提高它抗发炎的效果 所以为什么零虾油品质 是比外面的零虾油品质 还要来得高很多的原因就在这边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特色 第一个我们是专利的提取过程 再来我们是由纯的这个 NeptuneCree 欧油提炼而成的零虾油 这个是非常好品质的零虾油 那这个非常好品质的零虾油 它的生物利用度 已经比一般的鱼油 至少高2.5倍以上哦 那再来使用后没有任何的鱼腥味 所以其实小朋友 其实很多人问我说 小朋友能不能吃零虾油 你想想看 我举一个例来讲好了 很多孕妇她怀孕的时候 医生都会去跟孕妇讲说 你可以适当补充一些鱼油 因为好的鱼油可以帮助胎儿 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她就可以这个脑细胞帮助她做发育 可以帮助胎儿的细胞发育的比较健全 那既然零虾油的这个用途跟鱼油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零虾油的好处 它的生物利用度是比鱼油来的高很多的 那既然孕妇可以吃这个叫做鱼油 孕妇当然也可以吃零虾油 这样知道了吗 所以你问我说小朋友能不能吃零虾油 我认为是可以的 只是它的量 当然不用像我们成年人这么高 像我们成年人的话 我最下面这边有写说 每日两颗嘛 对不对 每日两颗 我觉得每日两颗是针对 像比如说像我们这种35岁啊 到55岁之间的区间 然后我们没有特别的 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我们今天可能吃零虾油 就是保健我们的这个叫做血胆固醇 保护我们的血三酸甘油脂 我们每天两颗 那今天如果说呢 本身你是非常确定 你的某一些伙伴 它是有非常高的叫做高胆固醇啊 高血三酸甘油脂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想要分享的伙伴 它本身的这个叫做 三高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我觉得它不妨一天可以增加到三高 一颗好 那回过头来你问我说 那小朋友到底可以吃几颗 我觉得小朋友可以一天吃个一颗 或者是你把它这个胶囊给挤破了之后 给它吃一半的里面的量也是可以的 其实小朋友他们是很喜欢 自己去咬破那个胶囊 来吃里面的零虾油的 小朋友的味觉其实是 没有像我们大人来的这么的挑剔的 其实有的时候 好 那再来你看一下我这边写说 爱丽丝的这个自砖深海零虾油 它的这个零虾虾气素的含量 比其他的零虾油多的七倍之多 也就是说我们针对我们的零虾油 它的抗氧化的能力 又比其他的这个零虾油的好处来的高 非常的多 再来呢 我们有通过这个海洋之友的认证 这个海洋之友的认证呢 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今天合作这间 合作的这间叫做南极零虾油的厂商 他们捕捞的这个南极零虾 他们是有限制的去捕捞 他们会维持这个海洋的生态的平衡 所以你不要担心说 我们都把这个零虾油都捕捞了 那以后企鹅会不会没有食物啊 会海豹啊 海狮没有食物 你这边担心说我们会不会破坏生态 我们不会的 因为我们这个零虾油 它是有经过这个海洋之友的认证 它是有拿到认证 所以我们是对生态是维持 可以维持生态平衡的 那我们这边还写说每日两颗 其实一般保健每日两颗就够了啦 每日两颗就够了 好那今天的分享呢 其实非常的短 非常的短 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看一下哦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我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写 今天呢其实 今天呢其实在这个叫做白天的时候 已经有会员 已经有伙伴 请我在今天晚上回答一些零虾油的问题 你们跟我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问题 我现在先 先大概念给你们听 有人问说呢 坊间的零虾油看上去是红色的 然后呢我们公司的零虾油看上去是黑色的 他希望我来告诉大家要如何分辨 其实不是说我们的零虾油看上去是黑色的 而是呢公司因为要确保这个零虾油 不会因为这个阳光的照射而氧化了 所以我们的胶囊是属于比较深色的胶囊 那如果说你把那个胶囊把它戳破了 把它挤破了 你把它挤出来 你可以发现里面是天然的红色的零虾油 所以我们的零虾油也是天然的有虾红素 虾青素的一个天然颜色的零虾油 我们是非常纯净的零虾油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这一点 再来第二个问题是 他说呢要叫我们教导客户 吃零虾油的同时应该要不要跟你们 如果说有在吃感冒药啊 有在吃一些其他的药物之下 要不要分开吃会不会有什么负责用 其实零虾油它就是天然动物的脂肪 所以它其实是不大会跟任何药物 去起一些结抗作用的 它不会 就像比如说今天你吃了这个叫做虾子 或是吃了一些这个叫做小的浮游生物 它不大会跟你什么药物去起结抗作用的 也就是说它不会产生任何 它不会跟药物产生任何的副作用 这一点大家要知道 可是如果假设你的伙伴真的很担心 我真的很担心我的药物会不会怎么样 那没有关系 那你就把你要吃的药跟零虾油 分开隔半小时就可以了 这样知道吗 分开隔半小时 这样就绝对没有问题了 其实我认为是不会产生任何这个叫做影响的 还有人问我说 那吃的时间点 也就是说零虾油它吃的时间点 其实很简单 你要知道一个关键是 我们人体在大概 人体每个人都一样 随着这个生理时钟 每个地区的生理时钟的不同 那每一个人呢 在这个大概半夜12点的前后 是我们人体自己代谢脂肪的高峰期 也就是说呢 在12点的前后 我们的肝脏就开始运作 开始运作把我们身体一些不好的脂肪给代谢出去 所以如果说呢 你要想要你的零虾油比较能够发挥到百分之百 全方面的功效 那我建议你可以在晚餐饭后 吃两颗零虾油 那吃两颗零虾油 大概你10点钟去睡觉 那你就可以在大概晚上12点的时候 零虾油 因为你晚餐吃完之后吃零虾油了嘛 然后你就可以在晚上大概12点钟睡觉的时候呢 让零虾油更能够帮助你的肝脏 去代谢一些不好的脂肪 所以你如果真的严格问我来讲说 零虾油吃的时间点的话 我会觉得晚上吃可能会比较好 抗凝血剂的人是否要避开 通常抗凝血剂的人是要跟那个叫做葡萄柚 葡萄柚的一个水果来避开 鱼油通常比较不会要避开 因为我们里面并没有ColQ10这样子一个成分 所以比较不需要不需要特别的机会 好不少伙伴期待纯素食的Omega 3产品 在爱丽丝制造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讯息转达给总部 让他们知道朝这个方向去进行 好不好 因为我知道我们公司有很多这个纯素者 有很多纯素者 其实如果说 当然我不反对各位的宗教信仰啦 因为很多人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关心 所以他一点点这个动物的成分都不吃 可是如果说是朝一个健康素 也就是说你吃素的目的是健康素的一个观念的话 我觉得鱼虾油还是可以适当的摄取 因为毕竟对你身体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可是如果当然你宗教素 那我就不会强迫各位吃啦 再来孕妇大约几个月可以吃 我觉得怀孕 其实应该说鱼虾油跟鱼油是一模一样的 从一岁到九十九岁 甚至从零岁到九十九岁都可以吃的 所以孕妇没有什么影响 只是有一些孕妇 我先讲有一些孕妇 她是要采取剖腹嘛 对不对剖腹 或者是说有些孕妇 她已经知道她何时何地 她要剖腹生产 那剖腹生产 她会有一个风险 什么风险 有可能她 因为她必须要动刀 所以她有可能会需要有这个输血的 就是失血的风险 那只要你是要动大手术前两个礼拜到一个月 如果你确定了 你两个礼拜之后 一个月之后 你会动一些手术的话 那我觉得你在那两个礼拜到一个月 你可以先不要吃鱼虾油 因为鱼虾油 你如果有摄取的话 它有可能会在你做手术发生失血的过程当中 那血就比较不容易凝结啦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剖腹产也很安全 所以我觉得除非你是剖腹产 要不然其实都没有所谓的这个叫做需要限制的去做 好不好 再来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吗 因为今天这个鱼虾油分享时间是比较短的 所以很快就讲完了 那在最后呢 我还是想要跟大家推广一下公司的一个活动 大家也知道说我们在6月22号 6月22号确定日期会在公司举办这个FIT30的体验营 FIT30体验营 那每一个人300块 其实这个体验营的目的 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带一些新的伙伴来 带一些这个 这个之前怎么样子把他叫来听OPP 他都不愿意来的伙伴 让他们单纯是以 那我就体验产品 我就来坐在这边可能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六个小时 我来听一下公司的健康的课程 我来感受一下到底爱丽丝的产品 有怎么样子的好处 有怎么样子的威力 所以呢我们跟大家收费是很便宜的 所以希望大家朝这个角度 能够多多推广我们6月22号 即将在公司台北办公室办的这个FIT30体验营 那现在你们已经可以跟客服去做这个购票的动作了 再来这边还有人讲说胃痛怎么吃 胃痛怎么吃零虾油吗 胃痛跟零虾油是不影响的 可是如果说胃痛的情况之下 你最好不要空腹去吃零虾油啦 你就是尽量当胃里面有一些食物的时候 你可以再补充零虾油 再来胃食到逆流可以吃吗 如果你正在严重的发炎期间的话 医生都会告诉你尽量吃一些流质的食物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不要先 暂停几天两三天先不要吃零虾油 没有关系 等到你这个疼急性发炎期已经度过了 你可以再开始补充这个叫做零虾油 孕妇不能吃维生素A 没有这样子的说法 因为其实很多孕妇的这个叫做保健食品里面 他们都有增加维生素A 只是不要过量啦 儿童宝里面有维生素A 应该有我记得我们是β胡萝卜素吧 维生素A对人体也是好的 只是任何事情都不要过量 维生素A一样也不要过量 还有什么问题吗 零虾油真的蛮简单 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很鼓励大家 每一天一定要吃两颗零虾油的这个营养师 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大家成年人多多少少 一定都会有所谓的血散酸甘油脂 血挡不存的问题 尤其是男生哦 男生其实你现在你们男生 现在低头可以看看自己的肚子 现在男生都每个低头看看自己的肚子 只要你的肚子稍微看到一点点的小肚子 只要男生哦男生 因为男生内脏脂肪指数通常是比较高的 男生你现在低头看 只要你能够看到自己一点点的小肚子的话 我可以跟你保证 你应该都会有轻微的脂肪肝了 轻微的脂肪肝 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非常注意 你自己的这个叫做血散酸甘油脂 血挡不存的保健 因为脂肪肝它是一个可逆的反应 可逆的反应就是说 还不严重的时候 我可以很努力的把我的脂肪肝给消除 可是如果说你不会 你不加以注意 等到你的轻微脂肪肝变中度变重度 然后又变成肝硬化 又变成肝癌的时候 那样子就会比较麻烦了 所以我希望呢 尤其是男生呢 我非常注意自己的这个叫做 血散酸甘油脂 血散不存跟内脏脂肪的一个素质 明虾油里面有白粒乳醇吗 没有 没有我们的没有白粒乳醇 因为他不需要停下白粒乳醇 他就很好的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叫什么 呃 代谢血打固醇 代谢血散酸甘油脂的功能了 没有啊 我们的 我们的 台湾版的淋虾油没有啊 之前是有的 对之前是有的 现在是没有的 减肥怎么吃 是说减肥怎么吃淋虾油吗 一样啊 一天两克就够 你要知道淋虾油的好处 不是帮助你瘦身 只是说淋虾油 能够帮助你代谢身体不好的脂肪 比较帮助身体不好的脂肪做代谢的过程 所以不要把淋虾油的这个功用放在 减肥这个功用好不好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 淋虾油一天最多可以吃几颗 我觉得一人而已我就讲说像我们这种35岁到55岁 两颗就够了 可是如果说呢你本身的血脏固醇或是你本身的内脏脂肪非常的高的话 那我觉得你一天可以到三颗没有问题 好 那今天的时间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 可是我今天没有回答到的 你可以在私下视讯我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多多参与我们6月22号的最30体验 你期待那天都可以看到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咯 谢谢咯 拜拜 晚安 咯